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 我是王瑞 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第22届 阿含同山杯中国围棋快棋赛 本赛第一轮的对决 那么今天很高兴和谭笑九段 一起在演播室观看 这样一场快棋赛 快棋赛的本赛 那么阿含同山杯 应该也是比较传统的一项快棋赛 对 已经非常多年了 今年是第22届 其实这从2000年开始进行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快棋赛 对 原来都是128 先预选 然后到后面好像 今年没有那么多人参加 今年有 因为也是疫情的原因 去年是中断了一届 暂停了一年 今年是重燃战火 那么是在9月份 应该算是预选赛吧 是在成都进行的 我印象中也是 阿含同山杯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把大规模的海选 放在了北京之外的城市 对 原来都是在中国棋院 对 所以说我一下模糊了 确实想到了 我也去成都了 回忆起来了 对 回忆起来了 对 那么经过9月份 在成都的预选赛 那么现在进入本赛的 一共是有16位棋手 今天也是在中国棋院 开始了本赛的第一局 那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现在我们的比赛 也真的是大多数是 以这种往棋 线上的比赛这种形式进行的 因为我们除了这些 看棋手虽然是在北京 是吧 但是还有一部分棋手是在外地 包括在杭州 对 对 我记得之前说的是 十六强的时候 想也是线下 继续在成都下 但可能疫情的原因 又放在了网上 这个对局是应该大家 呦 大家看到 对 唐伟新9段 唐伟新9段 今天是焕然一新 这个头发长得很快 这个和他前两天的形象 是吧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有个鲜明的对比 对 大家可以猜猜是为什么 其实他昨天好像已经 提前预告了 是吧 对 这个比赛是 预选是选出八个人 然后有八个直接进入 本赛的种子棋手 那么这个八位种子呢 也就是包括上届的冠亚军 范婷玉和陀嘉西 还有这两年的 我们世界比赛的冠亚军 以及等级分 就是靠前的棋手 刚好就是截止到 等级分当时是 孤子豪 这样子选出的前八位 就孤子豪是很幸运的 成为了这个 本赛的种子 对 因为这个比赛好像 孤子豪是不是也有点 眼镜是吧 这个眼镜一带 是不是防蓝光这样的眼镜 应该是 感觉有点像 这样子眼睛舒服一些 好的 那么今天是16强赛 一共是有八盘对局 我们也是从中选出两盘 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么两盘 这个强强对决 一盘 首先跟大家介绍这盘 是米玉婷对李清成 那么两位也是年轻的高手 尤其是这个米玉婷最近状态很好 李清成呢 又是快骑赛的这个 对 应该说是快枪手 有名的快枪手 对 应该是一盘好胜负 那比赛是在今天 这个下午两点钟开始的 看一下就到 我们 那我们一起先进入棋局 好 这盘棋是米玉婷的黑棋 其实我觉得快骑赛的话 黑白好像不太重要 是吗 对 感觉快骑的话 因为本身可能 黑白这个 可能差了大概一幕起左右 但是快骑完全无所谓 这个到中盘的时候 对 这个一读七秒来 这完全就是搞不清了 这个 比赛时间这个 呃 但节奏很快 这个快 因为美方就30秒钟 30秒一步 嗯 30秒一步 这和前两天的CCTV呢 还不太一样 CCTV由于今年改成了 一个小时的期 对 改制了 那么可以看 这个布局都是比较大家熟悉的 对 互相点个33 好像 米玉婷和李钦诚 他们两个人 黑棋白棋都是下二连性的 嗯 所以说 可以看这个点33 就是基本上会必然进行 好 现在两个33 然后是 对 黑棋加 嗯 这也是后续对白棋 三个子的一个攻击方式 嗯 这也是个要点啊 这个位置 是吧 对 如果远加一路的话 应该是怕白棋就搬 搬了一靠 哦 如果远加黑棋冲 白棋断 黑棋打吃 打吃 白棋外打 黑棋打了长出来的时候 白棋有一个绝好的 啊 坚冲出头的一个号 可以在这里坚冲 对 嗯 由于白棋二路虎是先手 嗯 可以看虎呗 黑棋必须得打吃 可以看作有这样一个交换 是吧 啊 等于白的这三个啊 这个联络还是比较牢固的 是的 如果这个近一路呢 啊 近一路的话 黑棋就会选择另一个图了 嗯 如果近一路下成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坚冲出来 嗯 黑棋拿白棋也没什么办法 啊 只要是白棋能出来的话 黑棋作战 啊 谈不上有力 哦 那如果近一路的话 嗯 白棋再搬了靠段 黑棋会选择打在 打在另一侧 那就会 有可能会洽成这样的一个地势 这个就是近一路和远一路的 一个区别 黑棋打了 长 嗯 现在他说我 这个白棋三个子 你不好跑 我要封住你 这个子的位置 恰到好处 是吧 对 如果你跳 我 我正好飞住 对 如果白的一般 黑棋一夹 嗯 这局部就形成了一个 打结 啊 但 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初棋无结 白棋一般就不会再粘了 就直接斑吧 啊 我黑棋铺一下 嗯 然后一段 嗯 啊 这个初棋无结 你现在铺我就提 啊 你不管你找什么结 我就接着提 这个是黑棋的先手结 对 对 尤其黑棋下个提 反正黑棋就胖胖 啊 就把你白棋全部提掉 现在不管你外面 这个带小 是吧 对 嗯 所以说这铺下也很关键 嗯 如果没有这一下的话 白棋这个结相对压力会小一点 对 这个白棋就轻多了 是的 嗯 所以说一般 在三件夹的时候 白的就不能选择 啊 搬了扛 那如果远一路的话 白棋就会 会选择 搬了扛 这样的话 如果远一路 远一路的话 加了往回粘 所以这些变化肯定都是 了如指掌 是吧 都很有研究的 因为他们天天下这个 他们必须得会 已经形成棋手技艺了 白棋打入 黑棋跳 实在白棋是选择一个 啊 比较简单的方式 插 哎 好像 之前我看 棋谱更多的是 啊 远一路 挂脚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 也是我觉得他们经常下 我看他们实战谱 嗯 黑棋走 肩 白棋飞下 黑棋再一跳 啊 然后有的时候白棋 一会儿要掉一下 嗯 这也是看 然后局部的话 白棋再走的话 可以选择飞 哦 反正这个实战谱 也是很流行的 嗯 很常见 那么白棋 实战里天成选择 叉 叉耳也比较的扎实啊 嗯 对 但是 自己扎实了 给黑棋的压迫就要小一些了 因为你这个离 它的腥味还是远一路 对 这时候黑棋脱纤 挂脚 嗯 我感觉他们俩肯定觉得啊这个快起布局没有那么重要啊对啊尽量节省一点时间而且我们知道像李星成这样的一个快抢手啊呃反正慢骑快骑躺都差不多一种速度 对因为啊这个安同是十四三十秒的我记得李星成经常下完骑还有一半的时间没有用这次数啊经常还有五六次太快了有时候我就说现在怎么不用啊现在说这些没什么好想的都必然 所以就是你的对手如果特别快的话你可能也容易被他把这个节奏带快是不是对而且这两位都比较快都比较快 都比较快 李星也是骑比较快 像李星成下围甲的话好像基本也不太会读秒 就骑感太好了嗯 那么在左上依然也是一个定式啊啊啊现在就是看就是一个选择方向问题嗯黑系选择这个定式的话应该是想以后这边有子之后嗯啊想办法进攻白系左下的三颗白子 实战就是压了压这个下法也比较的感觉比较简单是吧这个很简单直接 我估计黑系可能就一直在想怎么策划进攻白系三颗子是就这一代要进攻的话是还是像这种比较长型的小尖吗还是说干脆在 嗯应该小飞应该不太好因为小飞的话黑其自己局部的骑行嗯被尖了一般这个很难受 黑其打吃白其粘住这时候有考验对是吃还是吃还是吃这个吧吃这个的话白其就吃一下班头那中央 就软了对这两个子的头被一搬就很难受嗯因为气比较紧那我刚才如果说我粘在这里粘住的话就是木树就溃了这被白其搬完了依然白其是啊会搬出去 对这样的话白其脚上的眼位也会充分一些对眼型好很多啊所以说黑其这行啊第一个排除的就是不能飞不能飞 那么黑其可以走的骑是小尖嗯靠和立三种下方啊这些我好像见过黑还有靠的对比较紧凑的顶住啊看起来好像白其搬黑其长 像个盲点啊这个地方这靠的话应该是准备选择唯控啊嗯就这一带因为白其现在压嗯黑其搬的话白其是不敢搬的对这个地方白其是个软头那白其可能也不会压白其会选择从侧面跳出嗯这就是一个唯控的方式啊 反正小尖和靠我觉得意思大概差不多那白其想出头黑其总是没办法的对就是三个子是要准备把它吃掉还是说这是借攻击来应该是攻击吃掉的话应该不是这吧那可能是从这一带了啊但是想把这三个子吃了太难了就我们有时候在考虑攻击的时候首先其实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方案你是想吃齐还是说就是占取一定的便宜是吧对你要 然后攻击的话你能得到什么对那么像这样三个子可能吃齐是难度比较高对难度太大了那基本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是所以说黑其肯定想怎么能自己通过先手进攻为些空吧对你得先设计好方案对啊现在黑其还是选择飞脚暂时在这里先搁置一下啊对上面小飞很大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进攻所以索性不下了让你来 走吧对干脆脱先因为上面也很大这都是定式的后续黑其搬白其定嗯在这时候黑其出现了出现了选择嗯黑其要么可以挡住要么反击反击啊如果说我现在反击反击黑的白其冲下就冲下了 啊我看决议给出个图啊好像是在这里啊啊这里是不是提的是小尖的啊提他可能怕这个飞啊这个它是一个黑其眼型的要点对对虽然你能从这出去但是感觉是从夹缝中这个出头 对有点委屈对那么他他想直接就地做活的意思这是决意决意值的招是吧对虽然第一感呢要走也是小飞的啊没看懂这个我确实第一感是觉得这个嗯很扎实不太会往这里想啊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黑其这压几下就不知道便不便宜了嗯那黑其实战的挡住也比较好理解我觉得啊他这个挡住之后呢他这压几下可以确定的就是便宜了啊黑其这等于是三压当白其长的时候可以看白其上面啊看着要重复一些嗯黑其肩脚跳对但是现在决议比较严格我感觉决议的 布局胜率是给的比较严格的啊那下到这的话从布局上来讲黑的就是这左上角一定是其实是亏的啊黑其亏了黑其亏了啊您说根据胜率来看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下棋的双方应该是感觉不到的确实是啊这好像亏了快二十个点黑的其实第一感觉的黑其也还行 还可以啊黑其脚上木也捞了外面对啊对也走得挺舒服就不是说就这个这个理想中的这两边都走到吗对啊就是说现在现在很严格这篇这个决议给出这个没有给出好评是嗯因为我看好像确实啊好AI的胜率都是不一样的嗯决议在布局期间是比较严格的嗯但是我我觉得这期非常早就看着根本看不出来谁至少对这个我们人类起手来说嗯 其实远远没有就是像胜率给出那么悬殊的差距啊对我觉得现在应该都感觉不到自己亏啊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吃亏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好啊黑其尖嗯黑其尖了唯恐对我觉得他应该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这几下压的挺舒服的嗯虽然我上面活的委屈一点啊但是这几下压看白旗长你总共也就这 啊六七木戏对总感觉白旗的效率是不是还偏低一些啊黑旗角上也是七木和白旗木术啊接近其实这个棋刚才谈笑九段说是白旗的胜率其实是提高了二十个点对其实如果你反过来说黑旗高二十点我也相信啊对就是正常量我觉得看的应该是差不多对应该看的差不多所以说我觉得也不需要迷信这个胜率对 对这个胜率真的就是一个参考参照啊黑旗目标很明确啊就是把这个空围扎实了对那我们其实现在判断一下形式的话好因为我当时其实我看旗的时候我自己也判断一下形式嗯就是我在想为什么他决意给出那么高的对为什么其实可以看的话从木属来讲白旗这个角点木大概是点在一二三四七木起嗯那和黑旗的左上角 啊木属应该双方是差不多的嗯这两个角白旗稍大一点点嘛因为白旗有一点发展嗯但可以看黑旗这块木其实挺多的嗯是啊二十五二十五出头肯定是有的对啊所以说我们纯点木的话是判断不出来的嗯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白旗由于现在比较厚那黑旗这两个子还有这三个子以后都有可能受到攻击嗯我觉得就是 白旗好在他比较厚那像这个旗行以后白旗打了虎啊也很有可能是先手啊先手概率比较大因为这冲下去黑旗还是有点受不了的对那可以看就黑旗这地方没什么头那白旗是需要利用自己的后势啊去攻击黑旗嗯所以说现在白旗胜率高的话他应该是好在了后上有可能 啊啊黑旗现在正过来对黑旗现在这样子必须得跑嗯那白旗啊大飞但从这部大飞我觉得啊李新成对自己的形式也挺满意的对啊如果他觉得不好肯定是要对他向下积极一些啊我这旗我要是觉得差不多或者什么我肯定要啊去这边挂脚嗯这部大飞也可以看出白旗啊他对自己的形式还是比较满意黑旗大飞 刺一下刺一下刺一下是看作先手便宜吗啊对先手便宜先手便宜他可能也是在防黑的这部点嗯啊不是有这个藤螺的这一点吗那我刺一下你就不好意思点我是他因为他不准备从里面刺了嗯他就干脆外面刺点 逼住上面逼住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点对这个就是在攻击黑旗了那下部旗如果黑旗在被白旗跳起的话那这三个子就啊比较笨重的要跑逃跑黑旗在上面靠白旗扳黑旗长嗯白旗白旗是小飞哦先小飞对 因为靠了长这个旗第一感白旗是粘住但他粘住的话又担心嗯刚才左下角的这个手段就来了啊搬了一靠啊这个地方白旗随时都要担心白旗黑旗的搬了靠嗯因为现在不太好办搬了靠的话基本上就被现在可能会吃那他是不是就粘住了对黑旗就下去这样的话其实上面这个地方白旗没为多少木 对这里还漏风对吧还漏头白旗是不太满意的那黑旗靠了长也是为了搬了靠座准备嗯白旗小飞黑旗小剑啊这个非常大这部小剑非常大如果被白旗一拖这个脚就没了 震过来嗯啊看着像一盘要收官了对这个格局好像对没有什么发生没有怎么发生战斗啊就平平稳稳貌似要开始而且进入大关子可以看下这儿也不是特别好发生战斗因为白旗很厚黑旗想跟白旗发生战斗的地方也不是很多上面这个白旗真的是铁厚铁厚这块旗 其实也非常厚这几先手嗯打了虎先手嗯就下面是不是会有一些现在这三个字黑旗会有一些手段白旗是不是要继续走呢啊看一看白旗爬对因为这个不走不走的话黑旗有一个点对马上很厉害马上就点对马上点这个子基本上就就被割下了就被被被吃掉之后关键是这拆二的眼位还没活所以说这个爬很大不仅是木树打嗯关系到后保 哎黑旗是靠在这里就这样的一个柴尔加大飞它旗行上面是有一点薄对有破绽对有点破绽就是看看黑旗是怎么来发力的嗯黑旗的选择就是靠了靠了靠了靠啊因为他靠了之后他再走别走不到了比如说小剑嗯如果你白旗跟着爬那我还是挺欢迎我在我顶啊你你这旗永远难说如果挡住挡住那就被对这个太舒服了 但是在小剑的时候白旗一定会选择反击白旗把你这个子暴死嗯那我能不能挡下来挡下去首先这个局部可能就没吃劲嗯那外面由于这个暴死之后黑旗四个子就要付出一些代价这里的后保就会发生转换了对对这也是黑旗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嗯这里没有赶走的特别的强硬那么黑旗长 白旗虎白旗虎其实现在感觉白旗的幕术也不知不觉间追上来了嗯嗯这边他是靠下去靠啊白旗也很淡定靠就立然后再顶住像是一盘这个功夫棋啊是吧是黑旗还要顶住我以为黑旗自己退一个算了退一个的话白旗 应该会从啊下面飞出嗯黑旗顶住局部旗行是对上面好一点但是这个地方就有一加嗯啊这就显而易见啊实战也是马上就加了马上就加了对黑旗冲白旗加度过 嗯这一代怎么定型啊白旗黑旗上面是搬了搬了胯哦黑旗出招了他说白旗的形状有问题啊这应该是顶之前他已经准备好的对这应该是有有预谋的哎确实啊牵在这个一块段白旗冲白旗冲黑旗断这一段是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确实一个很好的时机是不是嗯白旗现在敢吃吗如果白旗反击啊黑旗就把脚给取了嗯嗯那白旗沾黑旗吃掉嗯嗯可以看这旗确实白旗比较难受因为现在如果你白旗想从这边出去黑旗就啊就算了对我把木树全给捞了刚才点的木你这脚上现在变成黑旗的木树了 而白旗可以看这块旗还不活对很重好他等于在这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奇怪的地方花了好几手旗对啊所以他反击是不好如果他不能反击不能反击的话如果白旗吃在里面嗯那黑旗就就挖打对这个黑旗就比较舒服了你这白旗只能只能靠打二环一度过对 全是单关啊可以看这样白旗的木树损失惨重啊这靠段黑旗是比较犀利的对这个米域停止有段这里靠段啊是局部的手筋对但白旗白旗怎么应对呢白旗是吃白旗说这我忍不了啊咱们来点厉害的现在能打下来吗嗯可以打下来嗯这样子就是打下来的话马上就面临打击马上打击啊首先黑旗现在可以选择 啊开节就开就比较火爆来点刺激的对这个比较火爆黑旗可能看了一圈呢没有节菜这个节肯定是一个天下大节对这个白旗肯定是万节不应对这个白旗牵手提黑旗的节才一眼望上去因为上面就太厚了没有什么节才这一代呢刚交换过没有白旗这一般是不是节才我觉得黑旗得判了好长时间 嗯不应的话黑旗可以提掉但是这一般嗯这左上角死了也很大对 其实白旗有节才而黑旗有什么节才这两手应该是有四十目加嗯四十目加的那那确实需要他们好好的判断这个提了到底有多少目因为白旗没死境嗯除非我黑旗现在黑旗应该要把这个封住但白旗在哪吊一吊 或者是点进来这个就需要他们判断这里白旗黑旗的空比较虚一点对肯定是没吃劲因为这条这个封锁线啊还没有还没有不完整对不完整但上面吃掉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黑旗也可以选择沾沾也是打结的方式嗯沾完再铺再铺这样的话黑旗有本身两枚节菜对哎这样如何呢黑旗铺白旗提 我再打吃那没有那两个字嗯白旗提黑旗提掉如果说如果说是白旗肯定首先第一个节我在想是几吃这这个大还是这个大 这个如果黑旗不硬的话就是再吃一下对也很大对这个看着也非常大这个也很大这个有点难判断啊这个地方也没有紫或者是白旗现在我选选择斑嗯斑的话黑旗如果想硬的话可以猴哦猴啊啊对这样的话就少就没有节了少一个节但是目数亏一点点 但本身黑旗可能也是厚的因为这个地方白旗有个一路硬特可以加进去哦也是厚 提黑旗打这个就难判断嗯这个提掉提掉 提掉 然后到白了啊白旗没办法这个节只能只能找这个了啊 这个我相信他们还是快起需要判断很长时间 呵呵 这样的话如果消解可以哎对可以这样笑还是这样笑嗯可能这么笑这样笑提的比较干净白旗两个字 也难以动出对刚才的下来这的话白旗一路沾着些手感觉味道不太好嗯可以提到这这样白旗吃黑旗退 白旗再把这个给吃嗯也很大也很大因为这个跟厚薄也有关系不仅是木数啊是的 主要黑旗这边其实吃的很难点得清到底有多少嗯 嗯 对所以如果说打上来的话可能就要形成转换了是嗯 实战二位好像没有下的这么激烈我相信黑旗靠段 但之后这地方双方肯定都用读秒的次数啊因为在比较这种比较关键的地方双方肯定要是用一些时间想一想 因为白旗可能是用了排除法白旗冲完之后呢嗯觉得这个吃和里面吃都不能接受嗯 那只剩下这一个图了嗯啊这两个是失败图的话不管这个是不是正结我也得下这个只能走这个 然后现在这个选择权就交了然后又到黑旗是不是吃黑旗要不要选择开截因为你如果打下来的话 势必就要形成一个截争嗯对实战明天九段他是选择顶 顶没有打截嗯顶了加住对顶了加住这样的变化其实挺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这一下我觉得便宜了啊 啊因为本身黑旗顶啊白旗应该也是紧对啊黑旗顶一下说我断在这先死一个子啊这个是便宜的 因为黑旗以后有铺了小尖啊等等的手段白旗气是比较紧的嗯铺了小尖是吧对之类的嗯就这个地方说白旗气比较紧 白旗跳继续延气黑旗冲 黑旗有铺一下先铺对 其实这下 要不要铺掉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铺掉了 应该是能铺到吧铺可以能铺到啊这个白旗应该会提然后他再挡住 这里白旗这一串都要也要花好几手补呢但白旗现在可以脱铺三个四个将来要有 因为这个五个子我是可以不要的啊如果你真的非得要吃我这五个我就算了 那我可以从这贴出 那白旗需要有没有这个防的是黑旗这一路小尖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一路小尖的 但是白旗有可能提一个直接给你打这个结嗯 因为白旗现在也有结彩集一结啊 这个结 因为黑旗铺上的话其实被白旗这么一提还是挺损的一旦打出的话 这就是虽然是在白旗空里面闹事这个小尖但是也是因为你首先肩和提交换 亏了亏了呃然后如果被白旗拔掉的话木树也是 这主要是白旗外面气就亏了本身黑旗这两个街都是先手 所以也也也不能轻易的就去这个没有计算节材就去开街啊 你得有得有结材对因为打结是有成本的嗯 那么黑旗党的时候这很有意思白旗就 补住了花了一首其实补住嗯 但是这种漆肯定也很大也很大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尖 现在是没有了啊现在小尖白旗提就可以了吧 对现在肯定没有用因为白旗这漆很长了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情白旗就觉得你黑旗没铺掉 你没铺掉我就有心情接接对其实黑旗是不是应该铺掉呢 这个就黑旗没准就是想让白旗接这也是有可能的嗯 拐住啊这个拐住也很大刚才说白旗随时出来 因为出来之后黑旗整个这块旗还会变薄 图嗯 那这盘旗也是在现在的旗很少很少见到没怎么发生激烈战斗是吧啊 现在貌似就是这么平稳的开始收官了 双方比功利了比功利了 飞啊 感觉是白旗还可以 嗯 啊 那么黑旗把这个连搬了啊 这地方也很有意思 白旗一直没有打了呼叫 那现在黑旗说你这没走掉你就走不到 就相当于逆收掉是吧 对 黑旗把这个扳掉 嗯 因为白旗为什么没有打了呼叫也给大家说一下这地方 好啊 因为在白旗的话嗯 打了虎啊 这个打了虎一下是挺舒服的 但这一下挤呢 他就挤不到了 我们没有子嗯 挤黑旗就会退在里面啊 他这挤就挤不到了 如果能挤上这一下他肯定就啊全部走掉了 那如果先挤呢 先挤问题来了先挤的话就打打了虎就不是先挤 虎就已经是后手了 对你先挤的话这个打完虎就是一个后手 就说呃 这两个先手只能走到一个 他只能走到一个 所以说他也很纠结我是走哪个呢 就是啊 面对选择的时候高手总想要保留一下啊 对他就干脆不走 干脆不走 不走了黑的说你也别选择了 我把这个给搬了 我把这个逆收了 搬的时候白旗终于把这家挤掉了 啊 因为白旗会选择挤了打吃 这是一个次选 如果先打吃就挤不到了 但这个旗很大 可以看黑旗一手旗这吃了五目旗 而白旗外面还有断点 嗯 现在白旗点 点 啊 啊 这个点还是挺横的 对 他说你黑旗啊 这边现在沾 暂时是后手 然后就点你 我要把这个两个子吃掉 嗯 这两个子吃掉的话 非常大 白旗里边全部都不用收起了 其实像就这一代的怎么定型可能和这个判断是有关系的 对 黑旗是不是觉得自己这么定型至少他是能接受的 嗯 也搞定 但实际上到底好不好 他有可能觉得打劫黑的亏了 啊 他有可能是判 也是跟我们一样 是吧 判断了一下打劫觉得打劫亏了 他先把这个不可能变化排除掉之后 就 只有这条路了 嗯 就是像有的旗就是 哪个行我不知道 但哪个不行我是知道的啊 所以说我不能走不行 那如果 至于到底行不行 那可能要是后再看 那就看运行啊 可能两个都不行 哈哈哈 那如果黑的拱的话 白旗就会打一下 嗯 这个地方还是 点还是很犀利 啊 黑旗是 黑旗补在这边 补在这里是 啊 现在他意思我补在这儿 你打我就 啊 算了 就算了 啊 应该是是这一字 哦 但是这两个字也 我粘住 还能行吗 我们看一下 白旗这一粘 嗯 嗯 有点苦是吧 好也 也未必 我坚触 嗯 白旗贴 我搬 那我吃 嗯 白旗只能跳 只能跳 黑旗在糊涂 会不会 米玉婷是想 但是我感觉黑旗 压力很大 哈哈 因为白旗这 嗯 白旗肯定不会死 外面这几个字 对 而黑旗 就算能活 从这回去也不见得便宜 对就回去也是 单关啊 是吧 嗯 但是如果就两个子气了 木树也不小 嗯 是吧 黑旗可能觉得沾一个 要比 啊 拐在这种地方好 拐在这种地方 白旗提两个之后 嗯 这边还先冲断 所以我还是觉得黑旗这里的定型 是不是有点 是不是有点不满意 有可能 那么黑旗沾 嗯 白旗也没有去吃 先斑 也可能是打僵 是不是 这是不是 哦 弯的 对 这里是弯的 应该是会在这 跟他们说 如果说你要挡的话 将来白旗可能保留这个的先手 对 所以就弯一个 这个很细腻啊 好 断 先断 这个断 这个断肯定是要发力了 嗯 那可以看确实 白旗断了把这断掉 好 那发力了 这一下真的便宜吗 哈哈哈 如果是在这边发力的话 对啊 我觉得这一下肯定是亏的呀 是啊 不过我觉得可能白的也 没有想那么多 哈哈哈 那这一下 时间比较 对 因为太快了 对 快旗 快旗赛中没有 很难做到面面巨道啊 对 一个充分的准备 长 嗯 因为白旗如果断掉 黑的会 拐 拐 那黑的会一大吃 啊 白旗就中计了 对 所以斑的时候它是 不能断 它因为长 可以长 黑的吃 嗯 吃的时候它也没有 没有再粘了 直接把这两个字拉出来 哦 他觉得 没必要再粘一下是吧 如果黑旗粘 白旗粘呢 对 粘一下 因为这边是有断的 从逻辑上啊 他肯定是担心 黑旗 不 那我现在 现在可以断吧 断肯定是可以断 嗯 然后黑旗充出 再冲 白旗挡 黑旗吃 我吃 白旗吃回 嗯 提掉 啊 这个白旗应该不便宜 但黑旗有可能 会一路斑 没活劲是吧 对 如果这个斑是先手 对 黑旗比如先斑 对我先斑 然后局部白旗是个打结火 嗯 这个就 这又是看结材了 对 结材和判断 白旗没有针 但黑旗打吃的话 是说明黑旗比较担心这个图 就是这个打 他如果现在不打的话 是打不到了 能打到 什么时候打都能打 什么时候都是黑旗的这一下 就是说现在 黑旗打吃这一下的时候 如果他认为这两个子更大 他其实也可以补 对 黑旗也可以不打吃 你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再打吃 基本上就是先手 嗯 所以其实这个打吃不是那么急 现在这个世界黑旗选择打吃的时候 白旗呢 选择了这边 长 白旗觉得这个粘比 觉得长比粘要大 对 他可能觉得 这样下赢 因为黑旗提白旗在打到这儿嘛 他觉得这个转换 白旗可以满意 白旗把这边吃了 但其实 这 有没有必然性 不一定 对 快旗就是有这么多的 不缺点因素 是吧 是 就其实你刚才长 如果选的粘 也 也 道理也说得通 对 是吧 正常 而且白旗这两个子吃掉 我觉得应该非常舒服 他也没有先手这个打拔 就是太快了 快旗 那黑旗 那黑旗 现在这部旗直接拐出了 对 这里就没有再粘了 对 哦 因为黑旗觉得现在粘不是很大 嗯 在上面拐 然后白旗再打 对 哦 这个旗真的很乱 对 我们前面还说一直没有战斗哈 现在战斗就开始了 嗯 嗯 沾的时候这里白旗 黑旗再沾 嗯 不沾是怕冲断是吧 对 白旗这打断的话就是说 本身这冲黑的会跟着冲 嗯 你再冲我吃这个 嗯 但是一旦黑旗这被白旗打断之后 那白旗就可以冲出来 嗯 把黑旗中央全部歼灭 好 但黑旗现在就沾 但这一沾 对这个气一紧 白旗很麻烦啊 这个 一小间又回来 对 这个小间的手段又出现了 前面反复强调过的 嗯 白旗这 打了沾出 是不是有成算 我感觉 有时很有疑问 嗯 本来其实白旗刚才 觉得 还是很顺的啊 对 形势还不错 相当不错 包括尝到这里 嗯 这个 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那沾的话 这个里面有小间 外面要夹死 嗯 这个形成了一个 A B建合 现在白旗 白旗是小间 白旗坚住 嗯 黑旗出 对 这个要出棋 我们等了很久的 小间终于 对 这个手巾 白旗粘住 白旗没办法 这个地方等于黑的是 一个免费的紧 如果白旗提振的话 黑旗铺了自己沾 还有一枚本身紧 哦 所以白旗为了 不让黑旗多一枚结材 为了结材 嗯 所以粘在这里 然后马上开结 现在这个旗就变得非常大 对 因为你白旗刚把我黑旗这儿 花了两手旗给断开 是 白旗是要杀黑旗的状态 这个如果说被提掉 不仅是木树了 你这外面 你花多花两手旗 对 这个价值就 对 差别很大 挤了提 嗯 白旗粘 白旗粘是有一个本身结是吧 白旗粘住 黑旗 吃 白旗提 现在该黑找结 这斑是不是结呢 搬一个 哪个搬 搬这个 现在搬住 搬住白旗跳 黑旗好像紧不住白旗起 你说现在黑旗搬着结 对 现在搬的话 由于这白旗没办法 只能消了 对消结 看能不能吃掉它 黑旗唱 我跳出来 那白旗跳这边 对 如果黑旗小间这儿的话 白旗就可以靠着沿一气 就把黑旗刷掉了 嗯 可以看白旗粘 那我跳的粘就沿了一气 只能搬是吧 嗯 白旗被偷打完一搬住 哦和这边比气 对 这白旗沿了一气 这地方 黑旗不行 那如果黑旗挖一个 刚才这样是 嗯 是黑旗不行的 这样子比其慢一气 对 嗯 如果说刚才 挖是吧 对 黑旗如果挖 这个还没有打吃 白旗打吃 黑旗断 哦 这字念不上 黑旗断 白旗有一长 嗯 这旗确实黑旗不行 啊 然后白旗再提掉 黑旗搬住 嗯 白旗再把黑旗断了 这好像有点 嗯 只要呃 黑旗自己这边有打吃断的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 缺陷啊 嗯 黑旗正好刹不住白旗 吃不掉了 等于外边搬不是解 刚好差一 差一气 对 那么问题来了 黑旗截现在怎么办呢 黑旗断 提 哎 这一提 白旗也是 很伤脑筋 这一提 如果白旗提掉 嗯 黑旗就把这 游侠 蹲掉 可以看 这个字 这个白旗 这个决策也很大呀 对 你白旗可以 现在 这确实也是 啊 撑得上一场转换 对 这个是一场 对这个转换 蛇子 全部吃掉了 这转换怎么样 但是确实这 这个脚上 黑旗再补一手 嗯 感觉上脚上 这个白旗 损失很惨重 对 白旗算吃了黑旗40 白旗不便宜 不便宜啊 不 我觉得像这种判断啊 嗯 小小在30秒钟或者一分钟之内 对 计算出来 难度也不小 但是 但是这个白旗跟着鹰 确实也 对 那整 这个白旗就死了 对 接下来 这个结材 嗯 白旗 铺在这儿 这一铺 这肯定长哪个都 黑的不能再硬了 不能再硬了 小结 黑再硬 白的一提 你黑的没结了 嗯 没结这两块都要死了 对 你包括这个结已经 对 插了一手棋 白旗小结 黑旗小结 黑旗小结 这个太大了 哈哈 这一消解感觉 全部提起来 全部提起来呀 这一提起来 我不看到这五个白旗就很尴尬 对 你看白旗刚才是这么端的话 就好太多了 对 这换换一个断的方式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不行 刚才那么断是断不开的 对 这一提白的死了12个字 嗯 包括里边的木 反正三四十木没了 嗯 黑旗提 嗯 这当然也不小 当然也不小 但是 这个转换 是不是还是 是不是白旗还是亏了呀 对 还是吃亏了 因为白旗这边 拿不住黑旗 嗯 你这只是把黑旗提了 这个地方 也就提一个二十多步 你整块白旗 黑旗的团幕 对 现在讲上还是活的 刚才对 刚才如果没有提及 这个整块黑旗就是 黑旗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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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很明显啊 主要就是因为白旗在这 那白旗点花一手棋 打断花一手棋 再小间出来 嗯 白旗自己花了三手棋 对 这个有点亏 这个有点亏 黑旗打吃 白旗沾上 嗯 黑旗再 连回 吃这个 这个打也不小 嗯 现在确实这个胜率 嗯 好像 白旗没有分断之前 白旗是九十 啊 等打完这个结 就到了黑旗九十 哈哈哈哈 这个 嗯 叫什么 我们叫天地板是吧 对 但是可能九十的时候 好的也不明显 嗯 尤其在快旗中 判断是很难的 对 白旗现在打吃 黑旗 走火 那些看黑 如果黑旗这是点六亩 黑旗还有十五亩 还有十多亩 然后黑旗 白旗长了一二三四 长了五亩 以后接一下 白旗长了五亩 黑旗等于是少了 二十 二十五 十二吗 十二 白旗长了五亩 白旗总共大概是二十亩左右的 收获 嗯 和这边显然不成正比 这死了就是死十二个字 那就其实白旗的形式是非常好的 在打劫之前 是吧 对还不错 嗯 但是快旗就是有这种 不确定性 对 一旦冲动上头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白旗定 黑旗 压一下跳出 嗯 现在给点木白旗是不够的 这手棋我看到 这手棋也非常 这这 白的少个字 我就说怎么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手棋 嗯 嗯 那白旗还要联络 白旗四十多亩 啊 确实白的木树不够了 现在木树的话 黑的盘十加 哦 木树已经不够了 对木树需要不够了 那厚薄好像也是 厚薄好像也是 厚薄 是不是一个机会 哦 这么凶狠 对 但是 你这样冲是不是 嗯 他感觉黑旗这三个子 对 看黑旗这三子怎么处理 不会死 这种想办法大跳的话 应该也不会死 还是能联络回来的 而且这边也有一些 白旗太薄了 这边有些头绪 他先靠的 先靠 好 白旗长 哦 长的话 那我一沾上 就无法足够了 对 因为你这边 我还可以冲了长这里 是吧 嗯 人靠的话 白旗 他顶这边 黑旗一虎 嗯 这肯定也吃不掉 不好吃 这白旗自己的旗行不太好 是 那白旗挡了 黑旗 一般已经 已经联络了 那这下白旗 时空又捆了 哦 来 哦 这里 搬了连搬 对 应该要登场 对 否则不够了 胜负手 这个强行开截 强行开截的代价就是白旗 这个截也很重 对 这是一个白旗不能打输的截 嗯 然后点 黑旗顶住吗 顶住 顶住 这个不顶 这一 白旗一加过 对 对 就死了 一加黑旗整个大龙是要吃掉 被吃了 提 这个必须硬 黑旗应该会长 长 对 非常舒服的一枚节菜 对 白旗打上去 打上去 黑旗提接 白旗应该还会找这块的节 嗯 还是找哪个节 哦 沾 哦 沾的时候 沾这个 这本身是 黑旗需要沾 黑旗需要团住嘛 嗯 团住的话白旗冲 然后搬沾 就等于还有一枚 两枚 大概还有三枚 两枚 三枚 不你扒完得沾 不沾我就提了 三枚 等于还有三枚节 还有三枚节 它是补在这里 对 补在了一个 先亏 先亏了好多目的地方 将来 将来你打吃 沾上 再吃就是后手了 对 这个 这补齐应该是亏了五目起 哎 再打是不是都是后手啊 哦 这一打 哦已经是后手 哦已经是后手了 黑旗 亏五目起 但是能便宜三个节 三个节才 那黑旗判断的也是很清楚的 对 因为刚才说过这个节 对白旗来讲是不能打输的 这打输了损是太惨重了 因为你打输的话 这里一损已经不止五目了是吧 对 提过来 等于双方在用生命打这个节 黑旗也这一打 先自己损五目 嗯 提 好抽 对白旗必须得找中央的节 对 因为只有中央现在全盘是有节的地方 嗯 提 黑旗打没打 打了 提 白旗 打吃吗 对 打 打 打这边 嗯 打的时候 黑旗反打 白旗提提 好 黑旗就把这三个子拔掉 哦 他已经判断清楚了是不是 提掉三个子够了吗 对 他因为他不提掉的话 白旗提 他这个很难受 嗯 白旗在提他打 白旗在粘 这都是节 嗯 那么提掉之后现在有个问题啊 就是白旗必然是消节 嗯 白旗消完节这个地方还没吃掉黑旗 黑旗铺了一团还是个打节 哦 铺了一团依然是节 如果我铺你提我一团 嗯 这地方如果白的顶黑的就往下一打 对啊 你如果收气我也是打 我也是打 不能站 嗯 还是节 还是节 难怪 一日还是节 当然你首先拔掉这三个子就 这个价值就不小了 但是看黑旗的这个招式啊 嗯 黑旗肯定是赢了啊 这个地方 黑旗也没扑 对 黑旗直接小肩 铺一听他应该有点胜利宣言的感觉啊 这肯定是点心目 我提了小肩连节都不打了 对 这个先打掉 嗯 然后把这个补住 对 因为白旗 其实现在很想吃这个 但是由于黑旗这个打节是免费的 嗯 免费的白旗有点打不起了 白旗吃 那么就进入了收关 对 像如果这种旗黑旗就 间一间连节都不打 要是黑旗输了 应该是 应该不至于应该是点心目数了是吧 一般这种的话应该是说明赢不少 对 他已经反复确认过应该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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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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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肩都是胜利宣言的意思啊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先手 他先贴 先贴 先贴 嗯 对 其实我这一冲 白旗就 冲我打 杀不掉我 哦 这一间 一间 度过了 其实你铺还可以提 这么看的话 嗯 只要我外面一冲 白旗就杀不掉我 对 他就是先铺 铺黑的提掉 铺了提掉 然后外面打吃 做活 好 这样棋盘就越来越小了 把这个子吃掉 立 白旗打吃 黑旗立一下 嗯 黑旗是不是应该会把这个吃掉 那个 看着这个也很大 吃 对 现在就打打吃 然后 然后 这里交换两手 这是先手 黑旗的先手全力 然后把这个 这个 基本上 气右三分之一 这个吗 对 沾这个 这都是先手 白旗必须得补 对 蹦一蹦 尝掉 好 嗯 嗯 给你 煎的时候 煎这个 那黑旗就准备怎么冲完把这样提个子吗 冲 冲断 啊 一样 这么收的啊 正常是 连回 连回的话被白旗虎这个不好 所以黑旗是选择的冲断 冲断完打一下 哎 他通过弃子 这个木比较多 是吧 黑的再冲回 黑的等于是 对啊 先手把白的一个子吃掉 嗯 这样等于只死了这一个子 啊 中央围了 一二三四五六木型 哦 这样说的好 对 嗯 这个收光很小的 说完这个再把这一吃感觉美美的 没有 它上面冲了一下 啊 对 先冲 冲 啊对 冲白旗必须得挡 因为这个地方要断死 嗯 然后再跑掉 这个 冲 一二三 对 再把这个 这个是现在全盘最大的一部关子 收过来 黑旗 啊最后呢 双方还是 收完了单关 嗯 但是不是现在这个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啊 对应该盘面十一二木我感觉 十一二木 那那这个领先优势 至少有盘十 反正收到最后 嗯 对 那后面应该是其实和 呃 收到这里以后和 后面的胜负和无关了 和胜负无关了 最终这盘棋是米玉婷九段直黑 一右四分之三子 战胜了李清平九段 嗯 那么米玉婷九段就晋级八强了 对啊 这盘棋其实还是有点戏剧性啊 对 其实胜负点就还是这边的打结 啊 对 从白棋胜率高到一下 黑棋基本上就胜是 当时啊 白棋从把这里长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白棋 对 白棋一直判断自己是还不错 判断的还挺准确的 但是这里呢 白棋是不是有点过于用强了 应该冲动了 上头 对 在脚上出现结以后 最后这个结也没有打过 对 这个转换明显还是黑棋占到便宜了 是的 所以呢这个最终这个棋还是米玉婷九段 应该说逆转获胜了啊 嗯 对 通过这个打结去 对 那么好我们呃 稍作休息过一会儿还有一盘科捷九段的对局 好 稍呃 休息会儿我们一会儿回来 好 天原围棋 休息会儿